娃娃机店在现今的社会中盛行 因为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娃娃 总是吸引年轻人学生的目光 玉璃镇中山路二段 有一家娃娃机店已是召窃 店家在观看远端监视器后发现 其中一台机台已是遭人手持砖头砸碎剥离 于是向警方报案 派出所立刻来到了现场调阅 附近的相关监视器 目前正在积极的侦办当中 娃娃机店在现今社会盛行 因摆放着各式各样娃娃 总是吸引年轻人学生的目光 玉璃镇中山路二段上 有一间娃娃机疑似遭窃 店家在观看远端监视器后发现 其中一台机台疑似遭人 手持砖头砸碎剥离 就向警方报案 玉璃派出所立即启动 营业小组调阅路段的 临近相关监视器 积极的诊办 五倍券安危勤悟 在玉璃镇某间超商巡迁前 发现一名男子行机可疑 且见到警方神色慌张 加上该名与原警所调阅监视器上 容貌身材极为相似 原警立即上前盘查身份 盘查过程中查获成名所窃取的脏物 全案询问后 依涉嫌窃盗 持有脏物罪 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玉璃派出所原警在执行 五倍券安危勤悟 在玉璃镇超商巡迁时 发现一名男子行机可疑 见到警方神色慌张 加上该名与原警所调阅的监视器上容貌 身材极为相似 警方就立即上前盘查身份 盘查过程当中 当场查获 陈西民众所窃取的娃娃等脏物